各位观众您好 我是詹姨 欢迎收看一步一脚印 发现新台湾 我们今天要透过几个主角 带您看一个观念 就是既然要做 就把事情做到好的 这种概念 首先这位主角 他本来是一个农业门外汉 那么后来呢 他决定回到家乡 这是很多人都种梨子的家乡 苗栗的灼篮 他决定也要来种梨子好了 但他不是照着一般人 怎么做就好 他是想要把事情想通 于是呢 当一般都是进口日本韩国的花苞 来接在梨子枝条上的时候 他决定那试试看育种 而这一育种呢 这个实验不是失败一两次而已 他是一事再事 他的育种实验进行了二十年 记录了上千次尝试之后的结果 终于他的努力有成果了 现在他的梨子被公认为 是本土梨子界的景品 中文词找体咸文 印度宣布 第二十年前 材料表达 Israeli好 音乐 大约 碰到这个枝条 它就会受损 很容易掉 尤其它成熟的时候 更容易掉 树头上挂着的是 刘山泉研发的台湾品种 宝岛甘露梨 采收的时候得父子两人一起上阵 要很简单 撑不住 现在靠纸袋在支撑 靠纸袋支撑 然后纸袋一打开 它就没有支撑力了 这个应该两斤有吧 有 有 40两 40两 我强调的不是大 我不是做它 最主要是做它品质 刘山泉特别撕开纸袋 让我们看清楚 什么是台湾本土的精品水梨 弱子很细 然后有一些甘蔗味 然后它可食力很高 它心比较小 比其他的小一点 它就是可食力很高 然后皮很薄 别人是种篱来卖钱 但刘山泉的原子 却像个种原库 20多年来 他都在埋头研究 培育属于台湾本土的 高阶梨品种 我有做一些抗病试验 整年度完全不喷农药 不撒农药 然后看什么品种可以存活下来 它不会坏掉 不会烂掉 对一个农业门外汉来说 这并不容易 刘山泉原本在做机车买卖维修 40岁那年因为压力过大 引发心率不整 决定提早退休 苗栗家乡卓兰当地盛行种高阶梨 为了生计 他也试着种了几年 却发现当时农民只能仰赖进口日本韩国的花苞 在嫁接到台湾粗梨的枝条上 失败率很高 没有正常管道过来的 就是用走湿的 它没有冷藏 然后它那花税都是会门坏掉 大概结了一百芽 有时候存活不到两芽到三芽 那时候就开始有那个念头说 我们台湾应该自己有自己的 就是说那个花税可以高结 刘生泉心想如果他能自己育种 不但可以降低成本 还能提升品质 他到台中改良厂找老师学习 再回来摸索做育种实验 我们的低温只能在冰箱 就是在我们冰箱 把花税减下来 它的低温就是在冰箱里面 煮长大概一千个小时 就可以高结它就会开花结果 要在中低海拔的地区 种出好吃的温泰品种水梨 难度还不是普通的大 育种实验进行到第八年 好不容易小有成果 却发生了一件大事 九二一的时候 我家的房子 前面震了一个大概一米这么宽的 然后三晨半夜都没有灯 然后我就带着我妈妈 走出去外面就是要避地震 然后我妈一下子掉到 前面是我们上面是一米 但是下面是已经一大窟窿 我妈妈突然不见了 她救出受困深沟的老妈妈 却保不住半毁的房舍和泥园 一家人原本就为了育种过的拮据 接下来还要重建家园 哪里还有钱能继续做研究 因为这个东西民间没有人成功 因为民间很难有心态跟经费去坚持 对 因为像我小时候就常常搞的 就是家里都没有钱啊 就是有时候我是同时 我是很少跟我爸爸讲 就同学他们都有零用钱买饮料 去做什么事 然后其实我都不太敢跟我父亲开口 就是要钱这样子 921之后留生权面临抉择 若是继续研究育种 势必就要腾出土地来 换句话说 这满原子的梨能卖得很有限 你如果一棵树有十个品种 一百棵就一千多个品种 你不可能拿那个梨子去卖 因为你凑不到一样的品种去卖 难道要放弃吗 挣扎过后 他卖掉将近两家土地 在园里重建实验基地 不管好不好 你放弃的话就很可惜了 你说放弃的话 你就前面的八年完全变零 如果我还继续卖山 继续研究的话 我就还有那个机会 那个机会还很大 因为我做这么多品种 机会还相当大的 一家人靠着太太出去接杂工 织成生计 留生权就一头栽进育种世界 做这个牌子 好像我现在这个牌子 我就知道它是什么品种 我都有写 到以前是整个密密麻麻的原子都是牌子 不好的一直筛选 筛选到现在只剩下大概六个到八个品种 土地有限 一棵树只好高接了十几个品种 二十年来 他从一千多个杂交后代中慢慢筛选 想努力找到优良的台湾梨新品系 我在筛选过程中 每个梨子的特性 每个梨子的好缺点 优点 我都是一定要记下来 然后每一年 它不是一年筛选一次就够了 你认为今年好吃 明年它气候不一样 或者是什么不一样 它就没有一致性 没有稳定性 做试验 一百个绝对有九十个 九个失败 你想的跟你实时上 绝对不一样 在亲友眼中 刘生拳有点疯狂 一天三次观察水梨的成长变化 一年年的市众新品种 对育种的执着 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其实我从小都看在眼里 我爸可能早上起来 人家第一件事情是上厕所摔下洗脸 我爸的上厕所是 来这棵树下边上厕所边观察 全家人都是水梨试吃不对 把梨子当饭吃 这体验可不是人人都有 我就送给卫生所 送给医院 送给某一个人 就是朋友 然后我里面一定一包 每一个品种不一样的品种 让他们试 但是我一个要求 就是说我送给你吃 你要把你认为最好吃的 回报给我 所以我自己也是有在试 但是我吃梨子 吃到很怕了 熬了多年终于有了回报 一位农民试吃后的反应 让他看到希望 他告诉我说 那个品种相当好吃 我不相信 后来他说 你能不能在兵库里面找一个 我说真的后来被我烦到一个 吃起来真的不得了 我很好吃 而且糖度也相当不错 而且它肉质很细 追踪之下才知道 这原本要被他淘汰的梨 原来是晚熟品种 得放久了才会把品质表现出来 吃起来不但多汁细致 也有很好的抗病性 非常适合台湾风土 它的抗氧性 抗氧化很高 然后它很耐储存 甚至我们如果说发展以后 外销到中东 它不需要空运 它坐船可以坐两三个月 到了还不会出问题 刘生泉把这皮薄多汁的水梨 取名宝岛甘露梨 也申请了品种权 一位农民靠着自己的力量 成了台湾高阶梨育种第一人 引起农政单位注意 有人称他是高阶梨界中的LV 但这份成就带来的却不止是荣耀 当时他低价授权给农民栽种 希望扭转低迷的离市场 却也被贪心的人偷嫁接违法私众 种种打击让他忧郁失眠 还中了风 台湾对品种权的保护力道不够 农民观念也需要普及 他们不了解刘生权是没有政府单位支持 在最困苦的时候只能卖地做研究 也幸好还有不少人认同他的努力 他们成立团队协助刘生权处理复杂的法律问题 后来他也找到打击留言的最好方法 我申请两个品种 你只在怀疑 我连续三个品种四个品种都是我自己做的 如果是我偷的话 哪里有这么东西可以偷这么多可以偷 哪里有这么东西这么多人会给我东西 不可能的事 所以我一直尽量凸显我自己的实力 即便已经七十几岁体力大不如前 他也没放弃研究新品种 你讲说这甘露里已经是LV 但是他也有他的缺点 他不可能有东西实全实美的 我在研发的是在补足这个不足 没有说一个上线就不需要再研究 没有这个东西 你是手机也一样 你打一个手机最好 他还是在研究 在进步 他相信台湾梨农的未来 在于努力研发本土梨 所以实验的脚步不能停 这几年他还协助小农转种 无偿替他们解决栽种问题 希望高经济价值的水梨 能改善农民现况 刚开始农民种很好 但是发生问题以后 他有问题提出来 我既然凭种给你 我一定要让你赚钱 你如果不赚钱的话 那你会骂我 刘生泉对育种的热忱 也让儿子受到感召 除了管理果园试着销售 也和爸爸学起育种技术 我从我爸爸上面看到的 他对研究梨子 不是只有难过的部分 难过的都是 除了植物以外的事情 其实他对植物是有热爱的 对啊 那我想说 我爸爸竟然有办法 对梨子树热爱这么久 也许我可以试试看 那也不会中断他 付出一辈子的心血 这个甘露里让梨产业 整个蓬勃发展 因为很多以前照顾梨子的梨员 已经放废耕了 不耕了 废耕两三年 现在都有人要租 刘生泉的后半生 都在培育梨子新品种 也因为这份不认输的精神 让本土温带水梨 成了农业里的台湾之光 而这是一个农业门外汉 透过不间断的学习 用时间和热情换来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